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天 我們今集會跟大家講一下如何容易得到三星 因為我發覺上網看資訊都好像不太詳盡 蜜冬一發細一發 所以我就做一條簡短的教學短片 希望可以一次過教大家三星有些比較難才能達成的要求 首先講一下最常見的要求有哪幾個 有校園等級、學生成績、衛生程度、每月賺錢的數量、環境吸引度、學生的幸福感、老師的幸福感 太簡單的話我就不說了 最主要是剛才數了幾個是比較麻煩一點的 我們由淺入深 我剛才數了幾個之中 學校等級相對地是相當容易完成的 因為學校等級最主要就是你不斷去擴建你的學校 提升你老師的質素、請人等 就已經可以慢慢地達成了 買地、提升課堂的質素都可以 總之就是有那麼多東西、蓋那麼多東西 總有一天會慢慢完成 所以是相當簡單的一個要求 其次就是衛生程度 衛生程度我們有時候會發現到有些學生 甚至乎老師、職員 他們都會有一個烏鷹的綠色煙圍圍著他們 即是他們的衛生程度不太OK了 我覺得衛生程度其實跟課堂的款式都有點關係 因為我們在這裡玩那個體育學校 是比較難搞的 其他科系都沒有那麼大問題 可能始終做運動都會出汗 所以我們要相對地建更多的浴室和搓手液 雖然廁所沒有要求一定要有洗手盆 但你也一定要建 因為去完廁所要洗手的 不洗手都是會髒的 除了搞定學生的個人衛生之外 環境的衛生都需要留意一下 例如單車機、運動器材 有機會因為用得太多 或是垃圾桶、太多人丟垃圾 都會影響他的衛生程度 所以我會特別提醒 如果玩運動學院那裡 最好請多些清潔工 讓他們可以勤力一點去打掃 只要打好這個底 緣分都料自然就會達成要求 接下來的就是學生的成績 很多時候他們會要求學生 幾多個A級、幾多個A級的人去畢業 或者是他們要有幾多個A級的學生存在 在這個時候 私人輔導室就相當重要了 私人輔導室最主要是幫助你們 去拉好學生的成績 可以多建一些輔導室 同一時間有更多學生 可以一起上到個人輔導 亦都建議相關的老師 是要有私人輔導的技能 沒有的話 可以選擇去培訓室 培訓老師獲得這個技能 除此之外 課室內的一些機械 都盡量提升一下他們的質素 可以去研究室 開發一些新的項目 令到我們那些課堂上的機器 不是只一等級 可以兩等級三等級 不是每一樣的設施都可以做得到 但有得升的就盡量升爆它 老師的相關技能課堂 有得升的話都會升 另外圖書館都可以有幫助 多建一些書架 讓他們可以在空餘的時間 去圖書館讀多些書 他們的成績多數都是拉Curve 所以我玩的時候 最主要是Focus在Fail的學生 或者D Grade的學生 儘量讓他們拉高一點 因為A就已經不能再升 但是我們絕對是可以把F、D和C提升上去 令他們更加容易 更加快去達到我們的requirements 還要記得定時定後檢查一下 因為成績不是一次過都彈出來 他們偶爾會彈一堆出來 你就會看看哪些人成績差 就要記錄他們去私人庫 等下等下就會自然達到我們的要求 之後要講一下環境的吸引度 環境吸引度是有一體的 只要去到我們的左邊 有個按鈕 只要看我們的吸引度 你會見到一些環境 綠色是代表相當好 沒有顏色或是灰色的話 就是沒有什麼吸引力 但如果看到啡色的話 就一定要處理 啡色是值得惡劣的 剛才說一下綠色怎樣做 綠色最主要就是多蓋裝飾品 最容易簡單的就是蓋食物 我們室內有一盆盆的盆災 而室外也有一些 好像樹仔的物體 就可以讓你放進去 一放進去 你會見到有一批綠色走出來 只要我們把綠色盡量 在整個校園裡 那個吸引度就足夠了 啡色通常在哪些情況出現呢 就是一些經常會有天災的問題 包括地震 古靈精怪下雨 那些麻煩的東西 它就會因為這些環境因素 而令到它發生 地震很多時候都會掉些天花 淋石屎之類的東西 或者是廁所髒 垃圾桶爆滿 都會有這個問題出現 我們就要盡快安排清潔工去處理 所有的東西都是藍色衣服的清潔工都可以完成 如果你為了吸引度 而做了很多盆災 你也要記得 你有差不多一份量的清潔工 才可以淋得切水 否則植物都會啡色 總之你看到圖 整個校園都是綠油油的話 你的吸引度就足夠了 終於來到我覺得Top3最難搞的requirements 第三位就是這個金錢上的要求 它會有要求我們每個月要有多少錢的盈利 一般的教學都會叫你 建多些店舖 建多些自動販賣機 找多些學生回來 各方面這些基本的東西 我這次就想說一下 一些我自己覺得很賤格的招數 如何快速達成這個要求 只要你認真去看一看 你每個月的學校開支表 其實你會見到 通常我最大的開支應該是教授的開支 因為教授是用很多錢去請回來 換而知我是Cut Budget 應該是在教授的落手 但如果我們無端端去Cut教授 學生成績又會差 所以通常這個要求 我臨到最後尾 即是其他的要求已經達成了 還差這個月盈利還未完成的時候 我會用這個方法 就是把所有教授的人工 一口氣減到最低 這一招千萬不要長時間用 因為如果教授覺得 人工太低 他們的幸福度會摺到爆炸 就會令到其他問題出現 所以等到最後尾 最後尾 最後尾 才去扣好 令到我們那個月達標 就可以獲得三勝了 還有另一個方法 就是增加這個學生的學費 但是這個方法 因為要等學期重新開始 即是等到整個學期完了 才可以開始 所以呢 如果你剛剛開始了學期 就做不到這筆 所以其實 減教授的人工是最快的 如果都是差一點 就可以直接Cut一兩個教授 短時間沒了兩三個教授 都應該可以喊得到的 然後就是學生的幸福感 開始玩的時候 通常都是基本的 口渴、肚餓、去廁所、洗澡 那些問題 如果解決不了 他們的幸福感會跌 所以要起密一點的 返買機、廁所和浴室給他們 起密一點 就可以更快完成他們 這樣 就不用走到沒有雷工那麼遠 才可以做到 找到後期一點 他們會出現一些病痛 甚至乎是一些心理病 我們需要這個日文關懷室 或者是這個醫療室 才可以解決 建議相關的助理 以及裡面的設施 都盡量升到爆 這樣就可以做快一點 室內的環境吸引度 都會影響學生的幸福感 所以都要留意一下 究竟之前說的吸引度 究竟有沒有綠色的位置 盡量把整間學校都變得綠油油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發覺搞來搞去搞不定 有個最簡單快捷的方法 就是不停地去開這個活動 包括交易廳的派對 學生會派對 演唱會 演唱會 以及看電影 每一次完成的活動 那裡的學生 都會提升10%至20%的幸福感 所以 只要那些活動排得夠密集 就可以令到他們的幸福感 保持在70%或以上 而我最頭痛的是 老師的幸福感 老師也受到很多東西影響 都是那些 口渴、肚餓、去廁所 身體乾不乾淨 都會影響 其次他們會有想培訓的心 所以如果你有培訓室 而有空的話 就盡量讓他們不停地培訓 不要因為他們想培訓 而你沒有給他們 而拖下了他們的幸福感 另外 員工休息室都盡量建得豪華一點 將他們的等級升進 環境級穩度升進 等他們可以休息的時候 更加容易方便去到那個位置 以及入到他們是開心的 如果發現大部分的老師 都很累的話 那你就要留意一下 是不是他們的休息時間不夠 或者是員工根本不夠去輪耕 令到他們沒有休息的時間 我們是可以控制 員工去到什麼程度之下 就要休息 你可以選擇提升他們的休息 令到他們更加早 不需要說累到爆炸才來休息 結果休息完之後 他們都保持不精力充沛的話 就不會開心的了 好啦 如果我們都是搞力搞海搞不電 有沒有什麼終極武器 是有的 我們這次就是玩 提升他們的人工 提升人工這個方法 是非常之快的 這個做法 跟我們之前說的 騙那個月盈利的方法 一樣 不可以持久的 因為呢 將人工拉到最盡 你是會蝕本的 所以又是將其他要求 全部達成完之後 剩下這個要求的時候 我才一口氣 將他人工提升 令到他們可以短時間之內 那個幸福感 一路爆升上去 達成了要求 衝到三星 因為這隻遊戲 其實我都未玩完所有的關卡 所以我不知道再久一點 會不會有些再奇怪一點的要求 再難搞一點的要求 如果有的話 可能我會再出多條教學片 也不一定 我相信我剛才教的方法 都應該足夠幫大家 前期拿出頭的三星先 如果你覺得有些地方 是非常難搞 不知怎算好 你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讓我看看能否幫到你 我們這個教學就來到這裡 如果打圈這個系列 記得給個like 或是share 要想繼續看其他影片 記得subscribe 我們下一集 繼續回來玩這個2pointcampus 拜拜